水上满是房子受损的残骸 厄瓜多尔当地时间周六 3月18号发生6.8级强震 地震除了造成建筑物出现结构性损毁 酿成人命伤亡 在沿海地区 部分房屋甚至被海水淹没 当地居民蒙受巨大损失 看着灾后惨况 他们只能无奈感叹自己和邻居所遭遇的不幸 随着他家里下 他的家里下 他的家里下满了 他家里下满了 他家里下满了五家 五家 我们人们不胖 我们有一个家里 我们有一个家里的汤 我们也有一个家里 但我们有一个家里的家里 看着我这些愚脸 今天 兄弟弟们 这些助手 这些助手 因为一场地震 让他们辛苦建造的一切毁于一旦 但这场强震造成的损害可不仅于此 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 380人受伤 当局正在动员应急小组 向受灾民众提供援助 感谢观看